你必须要Add Use 使用的权限 使用权限按确定 使用权限里面的话请你点下去 找到这个叫做Internet 所以这个拉杆大概拉到一半 中间的地方找到I开头的 一半还不到一半的地方 有没有Internet 找到Internet有没有 这个Internet就是Enjoy的Permission 许可权里面有个可不可以存取网络 可以的话你把它点下去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完成了第二个动作 存取网络的权限 好了之后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切到第三个 这个地方就是XML档里面 就是增加这一行 跟什么增加这一行 也就是说当然很多书里面 它都是直接给我们程式 其实很多书里面都是叫我们自己打上去的 其实就增加这两行而已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打上去 或者是你用图形化的方式来做都一样 当然我问过很多人 大部分都会选择用什么图形化界面 少数人会用打上去的 不过我觉得打上去实在是很难记 用这个方法绝对不会忘记 好的之后请你把它Safe Safe之后的话 接下来请你把它怎么样 再按右键 执行为Enjoy Application 你把它Run起来之后 如果你在模拟器里面 可以看到地图的话 表示你成功了 你会发现光要看到地图 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你只要照我的方式来做的话 应该会很容易的就看到 原来地图出来了 它会一下子看不到地图 是因为还没有连线 网络的存取还不行 但是接下来还有三件事 等一下我们要完成 第一个 它现在地图可不可以移动 不行移动 第二个能不能放大 不行 第三个现在在哪里呢 United States 在美国 所以我希望能够把它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我们海洋技术学院的话 那该怎么做 所以等一下会有三个重点 一个是移动 放大 跟直接指向到你要的地点上面去 OK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吧 刚刚的部分试着完成